我们接下来讨论21.5的小节 数学期望值 这个怎样做呢 他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成概率成概率这样子一个做法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某人在一个商业活动中 他获利的概率 获利多少 获利10 10千 我们华人是这样子来念的 其实是1万的 获利1万块的概率是五分之三 他亏损6千块的概率是五分之二 请问他期望值是多少 那他赚钱1万块乘概率五分之三 然后呢这个亏嘛 亏你就要用减 你要嘛你用这边加 然后呢这边乘一个负 再不然你就放 直接把那个负放在前面 然后变成减法 所以这一边呢 他其实是6000减2400 所以他的那个期望值呢 是3600块 所以他其实是不是赚3600 就是说整个期望值来讲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呃就是说在很复杂的概率的情况 我们要要阿咬阿咬的感受一下 到底我配合概率 然后呢再去计算一下我每一次的 呃 每一次的这个生意的那个 获利的一个情况啊 这样子 如果以长久来看 比如说我们这个商业活动 有五分之三 就是60%的概率是赚一万的 我们有40%概率是亏6000 虽然你讲说 这样子好像还是很不划算的感觉 还是会有亏的一个情况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就讲说 在整个角度来看 其实每一个生意都是有亏损的 一个可能性 只是说亏损的 那个%率可能是很小 这一边到底划不划算 很多时候 你就要去计算期望值 如果以长远来讲 你每一次去计算期望值 长远来讲 他讲说你每一次 赚的钱 大概期望值是3600 基本上是positive的话 你就划算的 你就去做这个生意就好了 OK 大致上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某个公司他生产灯泡 赠品的话就是好的 你就可以获利两块 如果赤品你就亏损不缴钱 只有2%会出现赤品 所以我们再算一下2×0.98 这个是赤品的一个概率 还有获利的情况 亏损他就放减 减0.5 五角钱 乘上0.02 你计算出来 按计算机就会得到1.9毛半 你是说其实他就 大概会亏损 无限这样子的情形 有点 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感受一下 他其实 获利两块 但是可能扣掉我亏损的情形来讲 平均 你可以这样子讲 平均我一例是赚1.9毛半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OK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 这个某个工厂呢 他就帮他工人去投保60块 这个保险呢 这大概是什么情形呢 就是说我可能只是买60块钱 我不管他有没有意外了 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有意外 但是我就给60块钱 但是 如果这个员工受伤的话 他就可以赔 他就可以获得1200块赔偿给他的 但是其实发生意外的概率 其实很低而已 0.00多 所以你不要看到说 我60块而已哦 我可以赔1200哦 看起来好像很赚钱的情形 但是你要知道 发生意外的概率其实是很低的 所以虽然你看起来他好像赔很多 但是你看啊 我们计算那个 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 所以你要看清楚啊 他要计算是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 还是你去投保的人的角度来看 因为如果我今天是以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60块啊 这个60块啊 是赚60块 几率是0.95 然后呢 亏 亏多少钱呢 因为我不管算是21 我的这个60块还是到手的 我赔1200呢 我就要扣掉这个60 这个60是我赚的 我已经收进口袋了 啊 所以呢 他亏不是1200啊 他只是亏1140 这个很多同学会忘记扣掉那个60块 所以1140再乘上0.005 然后呢 是做减法的 OK 我不知道你怎么减出来啊 OK 我来算一下啊 因为答案错 60乘0.995 0.995怎样来 就是一减去0.005 得到的 扣掉1140 乘上0.005 OK 得到54块 我不知道你怎样算到59.7 54块 所以你看啊 他每 你每投保一份啊 我看起来 看起来好像赔1200好像很多 但是事实上来讲 我每一份的保单 其实我是赚54块的 我只有6块钱的 平均亏6块钱 整个来讲 所以你看啊 一定是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 他还是会赚钱的 所以你不要看到这个金额很大 你就觉得说 投保好像很划算 其实并没有 保险公司更划算 OK 第四题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航空公司也是一样啊 有一个保险的计划 然后呢 他只是卖8块钱 好像很少 但是赔其实也没有很高嘛 250块 如果 但是这个是延误一小时以上 他就 赔250了 OK 但是他延误一小时 以上的概率呢 只有2% 也就是说 我这个8块钱呢 是有98%的几率呢 是赚的 亏多少呢 亏不是250啊 你要记得要扣掉这个8块钱 所以亏242而已 所以最正确来讲呢 应该是8乘0.95 呃0.98 减去242 乘0.002 算出来按计算机呢 应该是算到3块 也就是说 从航空公司的角度来看 虽然卖8块 其实我还是赚这3块的 OK 我只有亏5块这样的情形 好 再来看第5题 彩票呢 每一张卖2块 但是他赢中奖的概率是如下 中5000块的概率呢 是1万分之1 OK 中500块呢 是千分之1 万分之1跟千分之1 一减去万分之1 再减去千分之1 就是你亏2块钱的一个概率 对吧 其实蛮大 蛮高的 然后呢 你赚不是赚5000啊 你其实只是算4998 准确来看 好 因为你要扣掉你的2块成本 好 所以是4998乘上万分之1 加上498 这个是中500块的概率 几率498乘1千分之1 再扣掉减去2块乘上这个的概率 你按计算机就会得到亏1块 也就是说我买2块 看起来好像中奖金额很大 但是因为概率很低的关系 平均起来 其实我也只是 我是其实是亏 还是亏1块钱的情况 每买一次 OK 所以不划算 还是不划算的 总之 但是你看啊 如果我从我买彩票的角度来看 我就是亏1块的情形 但是如果我从彩票公司的角度来看 其实我就每 我每卖一张我就赚1块 所以要看清楚 他到底从哪一个的角度来看 像保险呢 那个他就是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 那应该没有 但是其实你从买保险的人来看 你就是亏 像这个的话呢 这个是航空公司是赚3块 但那个买保险的人呢 就是亏3块 OK 所以那个角度 从谁的角度来计算呢 是非常重要的 会有政府之间的一个差别 第六题 某个人呢 他就用1块钱去玩一个游戏 获得3千块 2千块 1千块的概率 都是万分之一 这一个人的期望值是多少 然后呢 划不划算呢 就是说我中 我1块钱嘛 就是 赚2999的概率是万分之一 赚1999的概率也是万分之一 赚999的概率也是万分之一 总共加起来一万分之三 也就是说亏钱啊 应该是亏 亏1块呢 应该是乘上万分之九九七 OK 这个也是算错了 你的计算方式有点奇怪 正确来讲 应该是这样子 299乘上 2999乘上万分之一 OK 然后呢 再加上 1999 乘上万分之一 再加上999 是吧 999 也是乘上万分之一 再扣掉一块 是乘上99 7 等等啊 9997 9997 所以我就要减9997 最后再一次过再除以一万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把那个 因为每一个都有万 一万作为分母 我一万分母呢 我就算是同分 这样子 我先算分母 算出来其实是亏 四脚钱的 你买一块钱的游戏 每一次买都是亏四脚 是这个情况 OK 所以这边呢 不是很注意 这两个不用 然后呢 这个应该是997 然后呢 直接的连这 把三个加完起来 OK 连这把三个加完起来 答案呢 应该是 负0.4 OK 这个做法是不是 对 All right 再来看第七题 某个读中呢 他举行这个圆优会 发8000张的彩票 5张彩票是500块 8张彩票是300块 10张彩票是100块 50张彩票是10块 所以呢 就这样呢 就先去算一下 这里总共 5张加8 加10 加50 就是60 73吧 73 所以我扣掉这73张呢 就是 8000张扣掉73张 就是7927张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他一张 一块钱一张嘛 所以我 我如果从买 你看啊 某人 购买彩票的期望值 所以我必须要去 从买彩票的人的角度来看 我赚499块 的概率 是8000分之 我赚299的概率 应该是8000分之 8 这个我不晓得 为什么是写出来 是什么 OK 然后呢 赚99块的概率 是 8000分之 10 赚10块 扣掉1块 就9块的概率 是8000分之 50 亏1块钱的概率 是8000分之 7927 所以都有 这个分母8000 你按计算机的时候 怎样按会比较快呢 499乘5 OK 加上299乘8 再加上这个 99乘10 再加上这个 9乘50 再扣掉这个 7 927 OK 一次过再除以8000 这样子 所以呢 就是亏两脚 所以你 所以买一块 亏两脚 大概是这个 这个期望值 当然这个 跟这个来比 这个读中的彩票 还比较好一点 亏没有这样做 OK 所以大概 你可以看到说 从 从 期望值 其实就是 简化了 我们整个的 概 加入了 概率的一个概念 直接从期望值 来判断说 到底我这一个东西 划不划算 会不会亏 就是以 以这样子的角度 来去判断 我们的那个 甚至风险也是可以 像你这里 买一块亏两脚 那个风险 没有这个 买一块亏四脚的情况 这个风险会高一点 大概也可以 也可以从这个 期望值来讲 可以得到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好吗